詞曲 李宗盛 我經常講一個故事 有一個女孩子結婚了 她先生很愛她 她覺得很幸福啊 那突然有一天 她先生去上班回來 喝酒了 就打她 打得很厲害 而且不准她哭 她很委屈啊 她想說 希望這個事情不要再發生了 結果 只要她先生喝酒回來她就被打 後來才知道是說 因為她這個婆婆抱怨她 抱怨這個媳婦 然後她先生呢 一聽到以後 她就會替她媽媽出去打她 然後這個女孩子實在是受不了了 經常被打真想自殺 她就跟她的媽媽 親生的媽媽講這個事情 她媽媽一聽 我的女兒經常被打怎麼辦 怎麼辦也很傷心 結果有一天 她就去寺廟拜拜 跪在那邊哭 觀音菩薩教慈 我女兒好可憐啊 經常被打 那個時候老和尚走出來 老和尚就問老菩薩你哭什麼 這個老人說 老和尚啊 慈悲啊 我的女兒很可憐啊 生不如死啊 經常被打 然後那個老和尚說 我告訴你好不好 你聽我講一個故事 以前有一個女人 養了一頭牛 這頭牛經常幫她耕田 這頭母牛還幫她 生小孩子被她賣掉賺錢 但是她對這隻母牛不好 有一次人家 這隻母牛已經懷孕了 不太能夠耕田 她強迫她耕 那個準備來買小牛 你不要虐待啊 你這個母牛肚子的小牛 是我已經給你定金啊 你要給我啊 沒事沒事 她一腳就踢過去 你看我踢她 不會怎麼樣了 馬上就往那母牛肚子一踢啊 哎呀裡面的小牛都在痛苦啊 後來這隻母牛老了 不能耕田了 硬打硬打 就把它賣掉給人家殺了 後來講到這個地方 老和尚就說啊 我告訴你好不好 你女兒啊 你女兒啊 就是 那一隻打牛的女人來投胎的 你知道她老公是誰嗎 她老公就是那隻母牛啊 她老公的媽媽是誰啊 就是母牛肚子那隻小牛啊 所以 她這輩子嫁到他們家 婆婆只要抱怨 先生就 喝酒就打她 哇這個女 這個老媽媽一聽 那我女兒被打到什麼時候啊 她說你回去跟你女兒講 如果老公打她 不要哭 不要哭 要懺悔 等她打完睡覺以後 叫你女兒跪在那邊給她磕頭 牛啊 我對不起你啊 我對不起你啊 上輩子打你 那如何讓她 不要再打呢 你叫你女兒去拿那個 稻草一捆 幾百隻一捆 給她先生 如果她先生要打她的時候 就把她給她 你打我 用這個打我 因為一隻就是一變 裡面一捆一打 就幾百遍就把她打 還她債了 因為她上輩子打她幾邊 她就要還她幾個 後來這個媽媽一聽 回去就跟她女兒說 她女兒也信英國 好啊 原來是我過去傷害她 所以她老公打她 她就不哭了 她老公睡覺 她就跪在那邊跟她磕頭 所以有一天晚上 她在跟她磕頭的時候 她老公突然醒過來 看到她磕頭 哎呀 就抱著她哭啊 發誓啊 我永遠不再打你了 業障消除了 但是這個女人說 不行 你還是要打我 就把那一捆稻草拿出來 你沒事就用這個打我 我欠你的債還沒欠完 她的老公只好拿這個 跟她親親拍啊 就把上輩子打牛的業障通通消除了 所以對她婆婆也很好 然後命運就改變了 所以各位我講這個故事告訴葛尼亞 一切要靠自己好好懺悔啊 你要用什麼方法改變 有時候沒辦法 同首都會這樣 那是神祥等 我真的可以抵 öz一下 我歡迎